德哥 我們首先就來看一下 Mercedes AMG 今天來到的這一台車 SL43 說真的 新世代的SL 它其實還是有很多動力 你如果預算夠 你要買八缸的還是有 因為台灣它為了紀念它55週年 有出一個SL55 AMG的紀念版 但它還是八缸 八缸 但是四缸 我跟你講它在外型 在氣勢上 它絲毫不遜色 而且這一代呢 等於是我覺得R230以後 最帥的一款車 那我們剛剛不是就看到了M139 在AMG45S上頭 它的那個數字非常的驚人嗎 那這一顆 它用的引擎本體一樣 但據說又有些微的差距 是在哪裡 應該說除了剛進沖塵一樣呢 基本上完全不同 我們先發動引擎 大家聽一下這一台車 迷人的地方 四缸引擎我們要聽聲浪 你真的沒有搞錯 因為它不一樣 是不是 來喔 我接下來呢 先把它的棚打開 對 因為這還是敞篷跑車 對 當然要有它最耀眼的姿態 對 對不對 我們15秒就可以轉換心情了 帥氣 對 好的 來 我們今天要好好了解一下 AMG SL43 這一台車 剛剛說了 剛剛說了 它有迷人的聲浪之外 其實它的 One Man One Engine 這顆引擎 對 它用到的所謂的F1的技術 到底厲害在什麼地方 我們先把引擎蓋打開 給大家看一下 你知道嗎 過去啊 就是 我們不用講多久 十年前你跟人家講說 AMG未來會出四缸 我跟你講 對性能迷而言 它只會忍笑 大家一定會忍笑 覺得 很好可能 貝氣才叫AMG 而且八缸的是 One Man One Engine 但你知道 現在四代在轉變 什麼叫做高性能 它這一台車呢 一樣是在Affemba的 這個AMG的工廠組裝 然後這個四缸引擎呢 有沒有 One Man One Engine 就是一樣一個 老師傅去組裝 但這一次 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 它只要用四缸 它可以營造 過去V8引擎 才有的動能 381匹 再加一個48V的 複合動力 輕油電複合動力 那中央剛好提到說 什麼叫做F1科技 重點就在這一顆渦輪 其實電子渦輪呢 大家不會覺得陌生 因為E53 它其實是一個真渦輪 一個是電子渦輪 那大家會說 這樣不是整顆都沒打 其實不是 我們知道渦輪的作用原理 是用排氣來增加進氣 那排氣增加進氣呢 等於你在 在小排氣量輸出 還有低轉速的時候 它可能那個排氣量不足 它推動扇葉沒那麼強 所以才會有渦輪磁質 但這一顆引擎呢 它為了要改善這個狀況 它等於在兩個扇葉中間 就是排氣側那邊呢 有一個馬達 這個馬達可以有 十幾萬的機轉 所以等於你在發動引擎的時候 馬達開始作動 它就可以強制幫進氣側 所以它可以有381的爆發力 而且四缸引擎大家會覺得說 那性能車 四缸還叫性能車嗎 我跟你講 除了它馬力堆砌以外 在操控上它有正面的幫助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過去八缸會讓你覺得 有一種沉重感 車頭很重 對 那現在四缸 而且它已經是前中置的擺設 它基本上配重呢 也是基於50比50的那種設定 所以你在彎道開的時候 你會覺得異常的靈活 就是它沒有那種沉重感 因為你如果有時候八缸 你的髮夾彎 或者是那種連續彎道 動態的姿態 瞬間要移轉的時候 它負荷比較大 對 你就會感覺到沉重 這一台完全不會 而且呢 它配上的這個20寸的胎圈 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它可以提升操控 第二個視覺變得更美 就是它整個車身 很飽滿 對 它就是很低趴 它就是一台GT跑車的那種優雅 但是它又兼具敞篷的特性 那過去呢 我們看到AMG旁邊的這個背景 一定會學白Turbo 對不對 那現在呢 是Turbo Electrify 就是告訴你 我有電子渦輪的這個科技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很漂亮啦 然後旁邊是側群呢 還有一個鍍鉻的線條 它有什麼功能 它可以修飾 讓整台車的線條比例 看起來更迷人 而且現在是隱藏式把手 你看晚上還會有這個光圈 你就覺得很炫啊 如果一個女伴 然後晚上對不對 畢竟它還是兵士啊 它的豪華啊 它的感受 而且德哥 我看到你的影片 你去試駕的時候 對 那還是下雨天 下雨天 那以它的動力 然後你剛剛提到的 因為整個底盤的適配性等等 就開起來安心感還是可以的嗎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我覺得大家心裡糾結的矛盾點 就是這樣 大家都希望有高性能 可是真的性能那麼高 你的技術等級能夠 能不能撫住 對 那我覺得這一台車 讓我覺得厲害的地方就是 惡劣的氣候 我還是可以很盡情 很放心 信賴它的操控特質 而且時速100以後 它的四輪轉向啊 它是同向 你會覺得那個連髮夾彎 那種盲彎啊 它好像就是會被吸進去 那個感覺很俐落 那它的電子懸吊其實反應 軟跟硬還蠻明確 但基本上即使調在Sport Plus 它還是偏Q軟 還是著重在舒適性 可是你開起來就很過癮 那這樣子的動力 你就會覺得 我全油門的那個時間 就可以拉長 所以是可以享受這個過程 可以享受這個過程 而不是一直始終要 非常的高度 戰戰兢兢 然後一直想著 我怎麼樣跟這一台車 過招的感覺 對 有些馬力太狂 你一出彎補油 它就是開始甩擺 你要一直在那邊救 你覺得好像跟它搏鬥 對不對也很累 那再來就是它的線條 真的很優美 尤其它車尾的設計感 超強的 除了這個燈條式 這種金鑽式的尾燈以外 這個後行李箱蓋算是重點 它時速呢 就是拉上來以後 這個尾翼可以有四段調整 那有的人為了拉風 它在市區也可以用手動的方式 把它立起來 對而且我喜歡這一台車 就是它在操作這些案件的時候 是會讓你覺得很便利很直覺 你不用去分行 那走到下面呢 它有四尾管 跟它的這個下擺 就是跑車式的設計 所以我們講真的 你只要把這個43遮掉 你根本不會發現說 它是一台2.0升四缸的SL AMG 但是就算我不要把43給遮掉 那要怎樣呢 我還是有實力的車 還是有實力 只是說我們過去比較會有所謂的大剛速的迷思 我相信性能迷 大概很多人都歷經過這個過程 八剛前節 但是也慢慢的 背於這種小剛速小排量 然後他們的性能表現 依舊很優異給說服 對 那我們只能說往回頭追 有時候是某種身份地位象徵 它會覺得說 我還要留著一台 多剛速的車 這樣子來凸顯自己 對不對 不然的話這樣的車 又實用 又省油 又省碎 對不對 沒錯 而且德哥真的自己吵架之後 也賺不絕口 對不對 謝謝德哥 接下來我們要進車內 Mercedes MG SL43 你有沒有覺得怎麼看都美 然後現在 Ansel已經坐進車內了 先說說你最被他吸引的點 或最喜歡的地方 我覺得它的椅子坐起來非常棒 包覆性非常好 而且你知道嗎 它後面還有一個所謂的頸部暖氣 頸部暖氣 是 真的 在這裡嗎 這邊有個出風口 哦 那我也要來感受一下 因為剛剛有提到這個包覆感 就是如果大家有熟悉賓士車款的話 你會覺得他們通常好像感覺就會比較 為了支撐也會比較硬一點 但這張椅子就是舒適感也有 支撐感也有 包覆感也有 對 對不對 那說到座椅其實這一代的SL 最大的重點就是改成2架2 嗯 因為跟對面這一台R129相比啊 中間相隔了兩代 那這可以說是一個回歸槽 包括2架2還有一個軟棚的設計 對 之前都是電動硬頂 嗯 所以這些都是你個人也會非常喜歡的元素嗎 是 我自己把它稱作叫做回歸槽 那就像中儀啊 跟我一樣都是敞棚車的車主嘛 那很多人都會說敞棚車軟頂 是不是不實用啊太草漏水等等 隔音沒那麼好啊 對 那事實上這一代它已經進步非常多 嗯 它是採取三層的設計啊 然後隔音啊開起來啊 競速性啊 剛性什麼都非常好 其實都已經很好了對不對 對 畢竟這一台車我們剛有提到以這身價來看 它勢必還是要有這種很頂級的享受才行 那當然車室內的布局 先來看一下這個燈光的氛圍 有沒有覺得講到賓士現在的豪華內艙 走的這個調性 其實大概多數人一眼就很容易被它抓住 非常的炫目喔 我們先講一下基本的設計 你做進來有沒有覺得非常有戰鬥感 有啊而且我覺得很跑車的feel 確實它就是跑車 但是比起一些我們可能也有接觸到一些超跑 是 我覺得它也不會覺得差異很大 是 那這個東西啊其實原廠特別講說像戰鬥機的感覺 那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賽車化 環艙的設計 你看我們兩個藉由這個懸浮的中控台 就完全割開了 沒錯 那這也說明說就像椅子啊 包覆性支撐性非常好的原因 那其實你坐進來 整個戰鬥感非常好 尤其這個三幅式的平底方向盤 那你知道為什麼要平底嗎 當然了 就是也進出方便啊 對 方便就是也比較有戰鬥氛圍一點 當你激烈操架的時候比較不會磨到 對 然後呢就像一些賽車啊 它把一些操控鈕直接坐在上面 那你可以快速去設定懸吊或者動力 那更方便去操作 中間我們看到絕對是一個很大的螢幕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呢就副駕而言 因為當駕駛就是自己很享受它的操架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會東看西看 我會感覺這個車子帶給我的享受感 是 那這個的必要性是什麼 因為我們開篷的時候啊 有時候反光會看不清楚 欸對耶 對 所以它就是為了駕駛的安全著想 就是你需要現在的光源 或者是說你需要什麼樣的角度 不會有這種炫光的問題 然後我都可以做調整 然後這個很聰明 另外有一個功能呢 弄給你看喔 性能表現 哈哈哈 IWC以這樣的方式出現嗎 對 對 另類的置入 因為過去我們的車廠的手錶啊 或者說時鐘都是中控牌 對 然後會比較像實體 它現在整個是數位化了 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這個實體啊 我又覺得好像少了個什麼 對 對我們比較老派人來講 會覺得有點不太習慣 但是你去按真的跟 計時 計時 哦 跟計時器 哎呀這個很有意思 這個讓大家再看到了 就是我覺得在科技的結合面上 是 它有了一些巧思 對不對 然後也虛實合一的一種感覺 然後另外有看到 這裡一直在閃 對 那這個部分就是軟膨 那我們現在就不開它 但是呢 它在時速60公里以下 15秒就可以操作 嗯 那其實非常方便 非常快速 然後它也有停車輔助嗎 對 其實它所有的這些主被動安全系統 都跟最新時代是一樣的 自動跟車啊 pre-safe 預警碰撞啊 種種種種 我覺得它該給你都給你的 然後背架在這個地方 然後無線充電板在這裡 手機放在這裡旁邊一樣 有充電孔 對 以及支援12V對不對 然後這個我覺得 對 要講一下 呃我覺得這個有點 其實你現在可以直接從 螢幕上操控大部分的功能 那講一下它有一個輸火套件 我覺得新世代的賓士車都有 你一切換的話 其實它包括它的燈光 它的音響 然後都會變得更熱血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蠻炫的 嗯 然後它的座椅本身 有通風加熱嗎 因為你剛剛提到的脖子上 它的一種氛圍感 我們講除了氛圍感之外 你會覺得這整台車 很像路上飛行器 它這個儀表板 其實也是為了一個反光的設計 我怕反光旁邊有兩個遮板 然後中間有一個開口 那真的非常像戰鬥機 或者這種太空船的 Gate王機械從電視螢幕 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室報導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踩下油門 地床機械員邀您一起上線